本集中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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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代進步 我們現在還在使用一般擱置機 去做切割我們的焦模嗎 我們現在有一個最新的技術 我們就直接印刷出來 不需要任何挑製 像這種複雜的圖騰啊圖案啊 都不需要經過挑製 我們就可以直接探訊上去 所以我們現在來介紹我們要使用的設備有哪些 好那我們現在來介紹我們這台設備 我們這台設備名稱叫做 DTF印表機 它是專門印在我們的膠片上 我們只需要準備一台DTF專用印表機 跟一台烤箱 還有我們異生的平上機 可以設定溫度秒數 然後再來我們需要一些小工具 工具呢我們只需要準備我們的 一個盒子放裡面放我們DTF部分 然後我們需要一個鏟子 跟一個濾塞 再濾塞掉一些比較顆粒的打盒 然後呢它需要用到耗材油 DTF熱龍腳專用的粉 還有我們的DTF膠片 有這兩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製作我們DTF的膠片 好接下來我們要教學 如何使用我們DTF膠片 首先呢我們需要使用我們的蒙泰專用軟體 然後這個軟體設定的部分 我們會有另外一個影片教學 然後我們只需要開啟我們軟體 然後打開我們需要的圖檔 然後設定好我們所需要的設定 然後再來就是按列印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 就是它會傳輸到我們的印表機上 去做列印 好我們現在我們印完我們的膠片 然後印完之後呢 我們到我們最重要的環節 我們需要去DTF膠粉上的抖粉 我們只要把我們的放上去 均勻的灑上去 然後我們只要前後先掃過 再換另外一邊掃 它只要基本上有碰到 然後彈一彈 它這樣粉就是均勻上去 好粉抖完之後我們只需要到我們的烤箱 持續恆溫大概130度左右 然後放進去烘烤大概一至兩分鐘 好我們經過兩分鐘烘烤之後 它會冒水蒸氣 對我們再把我們的膠片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然後轉過來看一下 好我們剛才經過烤箱烘烤完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塗長需要的剪下來 然後準備我們的平燙機 好準備我們的衣服 衣服我們現在要看背面 然後我們把它收掉 然後鋪上去 鋪在我們要燙的位置 好再來我們就把我們的燙印的膠片放上去 直接鋪上去 鋪上去之後 我們把我們烤紙鋪上去 然後幾次貨 再經過溫度150度 然後燙印時間15秒 時間到之後我們就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然後抽出來 然後再來我們要等到它冷卻 我們才可以撕掉我們的膠片 好因為我們現在冷卻完畢之後 我們就把它撕掉 有沒有 撕掉 然後它就燙印上去 然後像我們以前割製機 沒辦法挑出這些細小的字 像這些就會很難挑 你看我們現在就是 直接一次到一次完成 然後它是很貼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全部完成 我們上面的圖案 都是用我們DTF膠片印表機 去製作完成的 連我們的禮標都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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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